加州人多 車多 車禍頻頻 而在多數車禍當中 其實雙方的證詞有差別 一直拖長了這車禍的處理理賠時間 今天林大衛保險智庫 就要來跟您談一談 一些車禍中的責任任敵 在四周路口 如果你是準備左轉 你已經停在四周路口 準備左轉 就在左轉的那一剎那 與前面對方一條直線的車輛 發生了碰撞 根據我們的經驗 許多左轉的駕駛者 他會說我是看到黃燈 我那時候才做左轉的 對方執行的 在綠燈或者黃燈的時候 在任何的碰撞 都是要左轉的人违規了 因為前面執行的人 他有right away 就是先行合法權 即使對方是執行超速 他也是贏家 只有一種狀況 你可以贏 就是紅燈 你已經在四周路口中間了 紅燈左轉是合法的 那麼對方執行的車輛 他就是輸家了 所以在這裡我提醒民眾 類似像這種狀況 不要為了保護自己 在警察面前就做出一些錯誤的說法 除非你有一些不認識的人 跟你無關的路人駕駛人 或者十足路口上一些加油站工作人員 願意為你作證 你才有脱罪的機會 否則這一類的車禍 因為撞擊的力量非常大 造成一些人體受傷 只要你的責任是51%以上 你會被基兩點的責任 當然汽車保費也會大幅上漲三年了 今天我們談到車禍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在行駛中換線發生的車禍 一般來說 好比我們是同一方向駕駛的駕駛者 如果我換線造成對方撞到我的車的時候 哪怕是後方 鞋的後方 一般來說都是我的錯 因為我換線要付出所有的責任 哪怕對方也是超速從後面衝過來 錯也是在我 但是我們最近就發生一個例外 可以告訴大家一下 我們一個客人在換線的時候 遭到對方創擊 連我們都剛開始感覺到 可能是我們的客人錯了 但是沒想到 經過雙方保險公司專家的鑑定 發覺事故是百分之百的創疾 就是說創到我們客人正後邊 正後邊連一點歪度都沒有 創到bumper 這個結果證明是我們的客人 在換線的時候已經完全成功了 已經換到旁邊線 完全成功了 這個時候才遭到了創疾 最後鑑定我們客人當然也有錯 因為換線是49%的錯 對方呢是51%的錯 雖然是49%是我們客人的錯 這個責任呢都是對方了 因為他是51 對方除了要賠償我們的客人 修車啊 還會被祭典 那我們的客人呢 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雖然他是49%錯 他也不會被祭典 也沒有錯誤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最後奉勸我們民眾 當你發生車禍以後 誰錯誰對 不要馬上承認 不是撒謊 因為保險公司有時候鑑定不一樣 你也不要留些一下字條啊 承認自己的錯 這個時候你只要交換自己的信息 交給你自己的保險經濟處理就可以了